TFBOYS成员王源在2018年11月刚满18岁,但今年5月却被曝光在聚餐场合的抽烟照,引发不少网友震惊热议。 王源过去曾以青年代表的身份登上联合国会议演讲,被曝出室内抽烟新闻后,也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连英国媒体BBC也以TFBOYS王源为违规吸烟道歉为标题报道此事,而透过微博向大众公开道歉的王源态度诚恳坦然,他直言,很抱歉我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接受处罚。 不少粉丝看了也是纷纷表达理解,也希望他能够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下不为例。 而说到做到的王源,也在5月22日主动前往朝阳区卫生寄生监督机构接受调查,并为自己造成的影响再次表达歉意。 原以为事件已经落幕,没想到近日网上却又有些人士在拍卖平台兜售号称是王源出过的原味烟头,更说是透过餐厅员工捡出来的支持当道化验,欢迎粉丝抢购,寒价高达31万人民币,让不了人看啥了眼。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评论,只是觉得病态。 真是有病吧,令人作呕,更希望大家别再讨论此事,放过王源吧。